猫眼神秘之力 在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村庄中 有着一个富有传说的猫眼吊坠 据说拥有着神秘的召唤之能 这个村庄已山环水绕 风景优美 但却是一个偏远的地方 很少有外人前来 主角是一位年轻的中医师 名叫李勇 他的父亲是这个村庄上著名的中医 曾经在整个地区享有极高的生育 李勇自小就跟随着父亲学习中医知识 对中医学有着极深的热爱和理解 然而村庄上的人们却不止一次 向李勇提及这个神秘的猫眼吊坠 他们说这个吊坠拥有着非凡的力量 能够召唤出神奇的能量 帮助人们治疗各种疾病 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宝物 李勇对这个传说抱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认为这不过是村庄上的一个民间传说而已 直到有一天 他在整理家族藏书时 偶然发现了有关猫眼吊坠的记载 这些记载描绘了吊坠的神秘之力 引起了李勇的兴趣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李勇获得了这个猫眼吊坠 起初他只是将它当作一个美丽的事物 并不相信他拥有任何神秘的力量 然而 当一个急救情况发生时 李勇不得不带上这个吊坠 试图使用其中的力量来拯救患者 就在他心存怀疑的时候 猫眼吊坠竟然散发出了某种奇异的光芒 将李勇周围笼罩其中 随着一道光芒闪过 患者的病状竟然神奇地获得了改善 让李勇大吃一惊 从那一刻起 李勇开始意识到猫眼吊坠的神秘力量 他开始积极地探索吊坠的能力 并在治疗病人时不断尝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医术日益精湛 许多人都将他称为全能医王 然而 这一切都引起了某些人的极度合计于 一位名叫陈家豪的商业巨头 对猫眼吊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他想要将其视为一个商业利益来加以利用 于是 他派出手下对李勇 展开了诱惑和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 李勇陷入了内心的挣扎 他始终相信自己是为了治疗患者而使用猫眼吊坠 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在他的坚持下 最终陈家豪的阴谋被揭露 猫眼吊坠得以保存 而李勇也以更加成熟和坚定的姿态 继续着他的医学事业 故事最后猫眼吊坠成为了村庄的一个传奇 而李勇也因其态度和能力而受到人们的敬重和崇拜 他以自己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全能一王之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